马路上常常因为闯红灯超速 造成了很多悲剧 现在警方取缔有新的设备 就装在红绿灯上 凡是车辆越过了停止线 一月线相机立刻启动 非常的精准 最多曾经一个月举发了超过400件 路口红绿灯上面多了一根 看起来长长 前端还有个圆筒状的设备 不容易被人发现 用路人可要注意了 这是警方新行无感应线圈 侦测闯红灯设备 这种设备装置在红绿灯上面 从天空发射讯号 侦测路口闯红灯车辆 只要违规月线 不管是摩托车还是大货车 统统拍下来 串通的闯红灯照相 它靠的感应就是地面上 这一个又一个的感应线圈 地面上一个个金属框框 就是感应线圈 跟放在空中的侦测设备 虽然都是感应闯红灯 但是架在空中的新型设备 隐秘不容易被发现 也不会被车压坏 搭配路口这个雷达测速照相机 不管超速 还是闯红的通通逃不过侦测 设置一年多 违规件数虽然有下降 但是每个月还有200多件 堪称违规杀手 设置感应线圈的话 会影响这个道路的施工的品质 的部分 所以我们是用非感应式线圈的部分 来做这个照相 警方新设备从空中抓违规 民众不想收罚 但还是乖乖 依规定开车最实在 记者王毅超许佳师台中报道